眼看今年就要打进年底了 播出的剧一步接住一步 让人看得乃是眼花缭乱 除了前一段时间的古偶剧 就是刚上映的剧版三大队 观众想要看一部都市剧来换一下口味 差不多就要等到下一年了 杨子主演的《成欢记》也还没上映 还记得今年大火的《长相思》可谓是杀疯了 除了女主角大火 三位男主角更是各个火出了圈 各个都有新剧 其中的《向柳谈剑刺》 与周也合作得很想很想你也完美收官 她在剧中与女主角更是花式撒糖 观众评价也都不错 除了向柳 还有一位男主角就是张婉逸饰演的《枪弦》 剧中她对小妖的感情让无数人为之心疼 名场面就是那句《我想跟你长相守》 有错吗 紧接住 《长婉逸》的新剧《我知道我爱你》也播出了 这是一部都市偶像剧 也是张婉逸第一次接这种类型的剧 都说张婉逸长了一张全眸脸 因为她在《长相思》中 饰演了一个追名主力的戏言王 一出场就是天选帝王 但这部《我知道我爱你》中饰演一个宠物医生 一改往日大家对她的印象 这让观众粉丝也是激动不已 《我知道我爱你》于12月25日正式开播 有张婉逸孙逸领先主演 远文康 吴忧 印之璇等等出演 上映四集 评分高达9.3 这部剧讲述了宠物医生和华逸师的双向救赎 一个是北斧家庭重担的赵敬 《长婉逸》饰演 一个是恋爱十年无果的许诺孙逸 二人都被家庭追婚 但两人的爱情之路却充满了阻碍 但他们互相救赎 互相磨平对方的伤痛 最终修成正果 这部剧改编自韩剧《春夜》 播出后网友讨论非常积极 可以肯定地说 《我知道我爱你》买的是《春夜》的版权 这本没有什么 反排影视剧本就很常见 但部分网友却主观认为 这要是反排就不好 有人说两部电视剧剧情高度雷同 没有新鲜感 但也有人说 《我知道我爱你》相比较 《春夜》 男女主职业等细节 都改动太大 让人不能接受 也就是说 在这些网友眼中 复制剧情不好 改动多也不好 一句话 《我知道我爱你》就是不好 反排就是没有品味 当网路上出现这种声音时 另外一种力挺的声音 也同时出现 更多网友表示 从来没有发现春夜的粉丝有那么多 每个人都有说不得权利 但很明显的刻意拉彩 其实只能说明 《我知道我爱你》真的很好看 《我知道我爱你》 无论从演员的演技 还是拍摄手法 以及剧情设定等多方面 都让网友眼前一亮 大家不知不觉间 被带入了冬天唯美的爱情 预告中赵金的那句话 《我一天比一天更喜欢你》 《二人同况》也真是扬眼 观众看了直呼浩天 谁讲好男主角 一上来就说自己是离过婚的呀 没错 这部剧中 张婉奕饰演了一个离婚的男主角 赵金不仅离过婚 而且透过男主角的朋友所说 男主角的前妻跑了 感情受挫后之后 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 女主角许诺 是个跟男友恋爱长跑多年 但却迟迟没有结婚 而男友早已有了结婚对象 自己却被蒙在鼓里 而家人又希望自己可以早早结婚 早早生个孩子 但男友现在又要跟别人结婚 又不放开自己 因为男主角是宠物医生 所以二人因为一只猫开启了缘分 女主角带闺蜜的小猫来看病 但却意外被小猫抓伤了 这时候是赵静第一次见到许诺 但其实男主角已经对女主角一见钟情了 于是帮许诺处理了一下伤口 但男主角知道女主角早已有男友 但还是忍不住对女主角喜欢 想约住许诺见面 而这边许诺呢 也开始对赵静不禁开始好奇 因为很巧的是赵静正好住在闺蜜的楼上 这时候闺蜜也告诉许诺 你这可就是劈腿了啊 因为对一个人好奇就表示 已经开始对她感兴趣了 而赵静也和许诺的男友也是朋友 赵静爱上了朋友的女友 这种贝德禁忌感实在精彩 而许诺的男友更是令人作偶 自己也不想和许诺结婚 为了事业想选择他人 所以就想等到许诺犯错再分手 因为两人谈了十年的恋爱 自己的妈妈又很是喜欢许诺 如果是自己的原因分手 自己还会落一个渣男的罪名 许诺也真是很可怜了 明明不爱了还不放开 耽误别人的同时又为自己规划出路 真是好有心机一难的 可许诺在和赵静在一次次接触后 才明白自己的心意 两人也终于走到了一起 这看的观众也是心痒痒的 因为韩剧《纯燕》 拍的就是这种违反道德的禁忌爱恋 在国产都市剧中从来没看过 题材十分新颖 很有看点 我知道我爱你不仅剧情新颖 剧中的演员也是不容错过 首先来说一下男主张婉毅 他近年来可是频频出圈 让人看了一眼就记住了 在2021年觉醒年代中 饰演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 历史上对陈延年的描述就是气域深沉 不苟言笑的革命烈士 而剧中那段陈延年带着脚料走到刑场上 不卑不亢地走向死亡 那个回眸的镜头可是看哭了荧幕前的所有人 他也用演技震惊了所有人 还有演出了乔家儿女中饰演的乔二强 喜欢了自己的师父 由大美女朱朱饰演 这谁看了能不心动 另一部高光时刻就是今年大火的长相思 他在剧中饰演的枪显真的太意外了 爆发时的演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又出演了年代剧父辈的荣耀 饰演一个失去父亲 母亲抛弃 又助凄惨绅士的陈兴杰 而这部剧的女主角孙怡也是娱乐圈中有名的腿精 是一个长腿大美女 经历了离婚风波之后的她更加美丽了 还记得她主演的《因为遇见你》 饰演的张果果 善良美丽的她 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 也让很多人记住了她 她还是15年等待候鸟钟 那个普通女孩李李 苦苦暗恋了裴尚轩15年 就在裴尚轩终于喜欢上李李的时候 她却患上了白血病 可以看到孙怡不仅长相漂亮 身材高挑 演起起来也是毫不含糊 接下来就是女主角的闺蜜释然 有无忧誓言 她与孙怡可是又合作了 不过这次是真的好姊妹 二人在《因为遇见你》中是一对姊妹 但张雨昕却抢了张果果的人生 还多次害她 可在这部剧中 两人终于是好姊妹了 相信有很多观众 都对于当年的张雨昕十分厌恶吧 不仅演员好 该剧的氛围感也很绝 许诺的爱情变成一汪死水 直到她遇到了赵静 喜欢旧爱 纠结了三个人的爱情 本就充满挑战性 既然这样 就真实展现出来 为了展现这种 有挑战性 成人之间极限拉扯的情感 台词背景成了重中之重 许诺对赵静说 你是个好人 赵静的回答是 莫不是我有个狠坏的想法 两句话 将两个人内心的纠结 爱的博弈 准确无无地传递出来 爱情初期的暧昧 有些刺激 有些微妙 但这些又非常真实 赵静 许诺每一次的同框对视 都让人紧张又心动 我知道我爱你 这部剧的滤镜也很合适 BGM的选择也非常用心 所有的一切 都和剧情 台词 男女主角情感变化 完美融合 总的来说 对这贝德禁忌的感情 还是很期待的 毕竟这种剧在平常很少见到 想要看到一部拍得好的 更是男上加男 看过韩剧春夜的网友也表示 这部剧翻拍得很不错 尤其是男主张婉一的演技 很是吸引人 而这部剧中 男女主还有不少的吻戏 这可让可CP的粉丝们太高兴了 期待两人接下来的表现 这部剧下来的表现 感谢观看